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怎么没出去 儿子怎么着呢 妈妈是英雄啊 最近姓李呢 一天到晚 你这个姓李呢 老色以前一个小说叫黑白李 真是 黑白李 对 姓李的为什么这么火呢 你说 李姓 那今年姓李 今年姓李 今年姓李的特别火 真奇怪 但是咱们都就有点同情心啊 哎 我是觉得真的今天这个媒体报道啊 我也就是 你说我一直关心这个李世新闻啊 我说还有那么一个新闻 就是说 哎 这个这个新闻啊 就为了传递一个信息 我看到我最初的这个事件最初 我看到这个新闻 这个新闻 我的新闻课上就没学过 这也是一种新闻 这个新闻只有几句话 就单独发了这么一条 就是说啊 这个记者呀 呃 打谁谁 打这个李双江夫妇的电话 打通了还是没打通 对吧 然后呢 然后呢 打通了 然后听声音 他们很痛苦 句号就 好 点进去就这么一句话 就是标题 对 就是今天的新闻 他就会 这真是标题的 他很痛苦 我看过一段偷拍的视频 到湖北大厦 从头看到尾 就看到大厦里的工作人员说 我们不知道 对 从头到尾 就拍了一个 我们不知道 我还收篇上档给他 对 然后还有说这个 说气 气病了 住院了 就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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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双江老师啊 七十多岁 住院了 但是 过了几天 人家这个军役又又出来辟谣 说没有啊 李主任天天天来我们 你 第一 弄不清事 真是假 再一个 我觉得很 就是这个人的关心的这个方向 哎 首先我也觉得这个东西真的 你也没有办法怪媒体 换了我 可能也会 对 而且因为现在大家喜欢微博 微博本来就很短的东西 现在所有的讯息都是一样这么短 新闻也是这么短 干脆用标题就算了 我不知道人的心呢 就是你比如说啊 就不管这些啊 比如说 就说要是谁家出了一个什么事 哎 你看哈 包括公司里 大家八卦一个人出了什么事啊 确实有一种心理 这个你不能不承认 就是呃 唯恐这个事轻了 看热呢 不怕事大 然后呢 就是特别爱打听的就是 他怎么样啊 他 他一定很难受吧 哎 你知道吧 本公司都有这样的 我就说这个人 人与人之间这个八卦的时候 你注意没注意 我们是有这么一种心理的 就是会关心 他是不是很难受啊 所以这就是日常大家慈悲心不够嘛 对不对 对 这种事 还有 还有就是可关心的事情 范围太窄嘛 嗯 因为在在上面一点你关心不了 在下面一点又不值得你关心 所以这种情况一般是省部级啊 还有像这种的知名人士就成为 就是水浒模式的 我上次讲 我们讲过嘛 就是在高压内 民众心里 这有点可悲 一方面我们感慨中国文化真是了不起 一千年到现在没什么变化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感慨真是没什么变化 一千年前的欧洲跟现在 我们革命了好几回了 这个五百年前欧洲到现在已经全变了 我们中国真是超稳定 到今天还是一个什么关闭民反啊 这之类的 这么一个行为思想模式 我们既佩服我们的古人的文明了得 有晶片 但是同样是这样你说不变的文化 我们就出得了像李安这种人 对对对 他真的是能变的人 我觉得真有意思 台湾人啊特别以李安为骄傲 当然 这个真有意思 我见到的每一个台湾人啊 都是哎呀李安 然后就是说李安什么加油啊 然后你看李安得了个最佳导演奖啊 台中市长是叫胡志强吧 胡志强绑一下就从医院住院的病床上跳起来了 感激啊感动啊 说这个这个李安颁奖礼之前就给我打电话 说如果有机会今天上台会感谢台湾 他说的一个话呀 让我们这个大陆人听着很陌生 他就说还台湾公道 李安得了最佳导演奖凭着这个片子啊 当然是因为少年派这个是在台中那个就帮了很大忙拍这个片子 但是你看台中的这个政治人物 他的这个反应就感觉台湾扬眉吐气 还台湾公道 这是有理由的 有政治理由 因为当时胡志强跟马英九啊 他们支持李安拍这个片的时候 是用了政府力量支持的 那当时被民进党骂 很多民进党人就说这个不是浪费工厂吗 怎么样怎么样 骂了一大通 所以现在他所谓的为台湾平反的意思 其实就是为他国民党平反 就这个意思 所以你们看今天报纸 他们马上就去访问那些民进党 当时骂那些人说 那些议员现在就很尴尬 没有啊 我觉得李安很好了 他以前拍的 讲了一个吴雨森的片子 说他拍的戏我都喜欢看 什么就变成这样 我一直相信一个道理说 你要做出色的事情一定会有人反对 但是李安让我看到了一个非常罕见的特例 就真的很少人反对李安 没人骂 就很少人 至少可能人有的人心里有一些 心里有一些 比方说嫉妒啊 或者甚至是有些不满啊 或者什么 但是你上不了台面 你能上台面 这个这个来说李安批评他的 李安怎么能到这个境界 他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吗 他到了一个地步 连在印度啊 就是大全国范围印度 都在欢迎他 他这部片子最好卖的是两个地方嘛 一个是中国 一个是印度 他昨天在那个 前天在颁奖礼上面 他最后那句是namaste嘛 namaste就是印度人打招呼的方法 印度人开心的不得了 那他感谢印度团队 然后印度人人视之为 把几乎要抢说是他们的国宝 那种感觉 然后呢 我还看了一个印度的一个年轻的学生 写一个东西 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采访 因为他这个片不是也在印度拍吗 对 他在印度拍 你记不记得有一场 就是在那个庙里头 拍那个印度那个庙吧 开头的时候 那当时呢 李安在印度的团队呢 其实是请了一个大学的一组学生帮忙 然后其中一个年轻的念大学的学生呢 是当他的一个助手翻译 然后他那个人就出来说 说李安怎么样 说哎呀 我没见过这么谦逊的大牌导演 说我们在食堂 学校食堂吃饭 他就跟着我们排队打饭 然后呢 说拍到那个庙子那场镜头 说站的那个台子 只有李安摄影师 跟他这个年轻人 三个人在够站 站在上头 然后李安看了那个镜头 拍好了 问一问摄影师 觉得怎么样 可好 然后他又回头问这个年轻学生 这是个助手 就当地聘用一个实习生 说你觉得行吗 就问他这个 而那个学生惊呆了 说怎么有这样的导演 都达到这程度人家 这个啊 我这个从一个特别俗的角度上来讲啊 这是啊 就是这个人啊 这个不能牛逼哄哄 牛逼哄哄的人呢 哪怕你特别有才能 特别有成绩 但是呢 你不会那个万方来疑 你知道吗 你不会大家都那么心服口服的 愿意这个捧你的场 哎 我要说的雅一点啊 这是不是也可以说是中国儒家的成功 那他是君子 外表的这个柔软 你注意李安 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呢 这个人心里并不见得柔软 对 所以他外表的这个柔软 所以他外表非常儒雅 可他心里更加道家 而且有很多的西方概念 对不对啊 所以他但是他的外表 而且他真是发自内心 他这个不是做出来的 你也很难说是道家 就是呃 我最近看了一个陈文倩 访问这个李安 然后陈文倩挺会问问题 说这个我就直说啊 有一个在不同 就不同的人了解你的人 他们对你的这个评价 比如说焦兄平就说 说他拍卧虎藏龙 实际他拍的就是他自己 说他拍的就是周润发 他就是心里喜欢张子怡那种肉体 但是他又不敢 所以他就拍 然后后来说他拍那个断背山 就是拍的他自己 他心里想出柜 但是他不敢 也听过 对 然后呢第三个 梁周伟 不是咱们的好朋友书国志 那书国志说他 说他呀 其实自己老想到大海上去冒险 可是他不敢 然后最后呢 这个李安的回答是 我觉得呢第三个比较准确 他说 他说因为当年书国志啊 在美国他们是一块玩的 这个穷哥们 他说书国志呢 比较了解我 就说我这个比较 想冒险 对 不过李安呢 他真的是 看很多跟他合作的演员啊 导演都说 他是一个脾气特别特别好的导演 就几乎在片场是不骂人 特别冷静 然后特别的好像 人家别的导演急疯了 要重拍啊什么东西 他都是很平静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情绪反应 不过我觉得这个还 这个我就不知道他为人怎么样 我们不认识他 对不对 这不好讲 但我再回头想他一路以来走的路啊 他现在是华人导演之中 国际声誉最高的嘛 因为有两个柏林的金雄奖 两个威尼斯金斯奖 五座英国皇家学院奖 然后两次奥斯卡的导演奖 跟一次最佳外片 没有人有他这个荣誉了 但是呢你看他得奖这些片 一直以来他在拍什么呢 就我们上回不也讲这个吗 说他几乎是让你觉得 他怎么什么题材都能搞定 他拍理智与感性 拍的比所有英国导演拍的 都像英国片 然后他拍武侠片 就是卧虎长龙 他能够跑到美国中部 拍一个冷门的不得在冷门的 一个断背山那样的故事 牛仔的同性念故事 然后拍射界 然后拍胡适托 当然这个可能不好看 然后那个绿巨人也不好看 但是他到底都敢拍 到了现在呢 他拍到就是人拍好了 去拍动物了 这很奇怪的一个人 而且他那种夸文化 你比如说 跑到古代的英国 然后以前美国的中部 然后现在又一些印度人的题材 你放在所有华人导演 没有任何一个华人导演 像他有这种穿越文化的这种能力 就那么的夸文化 但是谁啊 这个我就发现 这有些杰出华人 这杰出华人有个 比如说贝玉明 我那天看到一个纪录片 贝玉明啊 九十多岁了 他设计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 你知道这个贝玉明就是这样 他说我喜欢的就是去 我不会老在一个地方设计我的建筑 他说我要不去去香港 去阿拉伯 去非洲 他说我喜欢去不同的地方 因为你比如说 你要到阿拉伯去设计 一个伊斯兰艺术博物馆 那么就跟李安这个一样 他说我要重新学习 我学习这个地方的建筑 它的这个精髓是什么 然后你知道 他设计的那个伊斯兰艺术博物馆 真的很漂亮 我见过那个图 你见过那个图吧 我见过那个图 很漂亮 很漂亮 但是特别有意思的是 他发现的看到的这种 这个伊斯兰的这种古代建筑 他注意到的是什么 我觉得他注意到的还是贝玉明 为什么呢 你看 伊斯兰艺术咱们都知道 很漂亮的装饰 什么这些 几何图文 他都没看到 但是他说 我看到的是几何图形 他就说 我的这个设计 没有那么多的 没有别的 凡多的装饰 恰恰他抽象 他抽象出了 这个伊斯兰古代建筑当中 几何图形的这个精髓 你这么一看 香港这个中银 这三把菜刀 这个 其实他也是 因为他是现代主义 一以贯之 但是呢 他又以不变 应万变 但是他又在世界不同文化之间 穿行 我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远行 广告之后见 我家自从换了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省电安全舒适 同时洗澡 洗碗 洗菜 热水多不断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你用了也会说好 零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雪 采无极之水 汇圆酒精 年份端将 五井共酒 我的国度 我的第二人生 雅居乐海南清水湾 过吉祥年 喝加多宝 全国销量领先的红罐粮茶 盖名加多宝 还是原来的配方 还是熟悉的味道 过吉祥年 喝加多宝 所以我看到中国有些微博上 为李安教区呢 说是这个什么 阿狗 就逃离德黑兰 说比这个李安的少年派差远了 其实我倒也不这么看 也不见的 我就觉得 这个你看 逃离德黑兰 能够得奥斯卡奖 再次说明啊 这个奥斯卡奖 它其实是现实主义的 你觉不觉得有点 或者是有点批判现实主义 他们也非常政治 很强调美国的这个政治 不过我自己看了这次 他最后九个提名里边 三部政治非常强的电影 我觉得美国的政治 还是非常的 怎么来说 还是保守 还是他自己的 他容不得复杂性 比方说 那个追捕拉登 那个电影 凯瑟琳 那个导演非常棒 那个女导演 阿凡达 他开弹部队 他的那个电影 尖锐的什么地方 就是说 他描写了这个逼供 就是为了抓拉登 美国人在 在这个阿富汗酷刑 你看他 林肯 Spielberg 整个电影 拍的艺术上也很成功 这个非常细 但是他写出了林肯的 为了达到一个正当的目的 比方解放黑奴 对 使用了一些 今天看来不正当的手段 然后他差几个选票 可以买票 买票 就是许诺官 以后我给你什么州的 一个什么官 而且最重要 他中间说假话 说假话 对方的那个谈判 已经已经来了 但是要是知道 他能够谈了 马上结束战争了 他就要失去一部分 共和党的保守派的支持 他就把这批人 在在船上 在那里搁起来 甩掉 然后做一个假证 他这个假证 其实是有可能要被弹 弹劾的 要失去 总之是为了一个正当的目的 采用了不正当的手段 结果美国的主流政治 我这个六千 我不知道他们是有业务 一旦六千多个评委的 共同选择 选择了一个 Argo Argo在里面 当然他也有点小小的骗人 但是他总体来说 他没有像另外两部 揭示美国政治的黑暗面 那么多 对 所以美国的评论是说 Argo是个为CIA平反 对不对 招骂招的很厉害 对 但是林肯呢 我就觉得还好 为什么 因为美国林肯 对他们来讲 就等于我们这儿说 说孙中山 说毛泽东差不多 这回就从小到大 看毛泽东还不一样 跟孙中山讲 对可能差不多 然后呢 所以他们呢 过去关于林肯的故事 听太多了 已经有很多 这个林肯的另一面 都出来 但是大致上 拼凑出来那个图景 就是这样 他有小侠 但是不失大劫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但我觉得他最保守的是什么呢 还是比如说 有一个导演的片子 我觉得很好 这回也提名好几个 在撒雨而归的 就是那个 Michael Haneca 那个德国导演 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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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得最佳外语片吗 他得最佳外语片 中间还提名好几个 最佳导演 最佳片子都没有 但现在是很厉害的电影 就是 但是那个才是最违反 好莱坞的 就是因为 没有人这么拍 一对老年人的爱情 大家都会说什么 黄昏啊 美好 到温情到时候 他不 他完全反过来 揭露了那种阴暗 冷酷 人到生命尽头 的那种悲惨 那种残忍 那是很厉害的一部电影 但是这个 他就 上 不上美国 上一次得奖的最佳外语片 是以色列的那个 Footnotes 也非常厉害 哇 那个那个片子也是非常厉害 所以你说这个好莱坞啊 他是一大俗吗 他好像又有点这种关注现实性 今年呢 是 你看昨天那个主流价值观 我看到你咪咪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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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人骂得一塌糊涂 那个是不太好 我也觉得他们怎么 这样 太俗了 这个有点太过分了 太三熟了 真是 为了搞笑 最后他们你知道怎么报道吧 那么香港呢 首先把翻译呢 就翻得比较含蓄 叫陆波波 陆波波 然后就是说 为了表彰女演员们 在影片当中的无上装镜头 这算什么名堂吗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败笔 而且这个是一个败笔 这是世界潮流 越来越比俗不堪 越来越往下流走 也是很好的 呛呛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地球上又难以抵达的四大基地 还有每个星都在追寻的地步集 欢乐集 北北二十路 关门湖海口国际度假区 世界的欢乐集 就在这里 黄金奶源带 你的专属牧场 海拔近千米的丰沛阳光 牧草天地滋养 成就三点三克优质乳蛋白 专属天然天成 人生所以不同 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伦素 我昨天还刚看了这个林肯 他你看啊 也我觉得也能够反映一些啊 美国这个早期啊 就1865年那个时候 议会里的一些状况 其实美国人跟英国人 还有点不一样 穿的比较拉弹 你知道吗 他不像英国人那么板正板正 感觉是比较 比较农民 比较农民 比较质朴的这么一些个人 而且你看那个时候讲的 你就知道啊 这个黑人给黑人权利 这是一条漫长的路嘛 以至于有一个 就你刚才讲的 有一个议员 出来就说了 说是这个啊 我认为人在法律面前 是人人平等的 然后旁边反对派就说 哎 你这个人人格不统一 你一直 你过去一直说 这个人人平等 就说说 黑人跟我们都是一样的人 怎么你今天 为了通过一个法案 你修改了 他说 我不相信人是平等的 但我相信 人在法律面前 应该是平等的 你看这个议会 不是那是耍手腕 因为林肯之前 跟他打了招呼 你不要太激进 康米丽 Jones 那个角色 因为你这样一讲的话 就得罪了 你就拉不到票了嘛 就为了通过 然后这哥们最后聊的 我觉得挺有意思 挺会给自己找折 就说 这个议员先生 就指着对面 世界上有你这种下流配 有你这种坏蛋 我怎么可能相信 人是平等的呢 但是我还是认为 我们是在法律上 人人平等 我记得提了 这个唇枪舌剑呢 很有意思 这段台词 用在现在 李双江儿子的身上 也很好 对对对 人是不可能平等的 人是不可能平等的 他看着特别我们好多 但在法律上 我们跟李双江儿子 也是平等的 这样来说 对真的 这个话呀 其实今天想起来 不是一个这个 斡旋周旋之计 这个话是有本质的 真确性 我也不相信 人是平等的 但是我们应该追求在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 或者对某些基本尊严 对呀 的保障上面 应该是平等的 人 你说人真的是不平等 真是不平等 李安怎么那么厉害 你看到李安的成就 我相信 如果我是拍电影的导演 那很多人现在心里 不知道什么样的感受 中国有很多很好的导演 都拍得很好 也拍得很好 你单独看 真是觉得都非常好 但是你看到李安这样的做法 刚才你讲的这个 我突然就是一个联想到 他那个拍那个 Sensibility 你自于情感的时候 他现在后来回顾说 他其实那个时候 英文都不够好 可是他居然 他说你说有时候 烈士会变成优势 就像你刚才说的 比如名气设计伊斯兰的东西 他的角度不一样 今年中国的春晚 最受欢迎的那个一个节目 是Selindian唱的那个茉莉花 大家中国人最认同 Selindian唱的茉莉花 你说这个奇怪 这个有时候一个文化 历史再久 一个外来者的一个观察 反而会打动 感觉孙子英成了他的托儿 对不对 首先要你想这么做才行 我觉得今天很多中国导演 就是很坚持说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